大家好,我是老谭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加瓦项目实战 开个网上商城 上次课呢,我们在增加商品的时候呢 体现出了业务逻辑 我们的增加商品的时候 除了增加商品本身的信息之外呢 还将它所对应的商品分类表里边的商品数量加了1 但是呢,我们也提到过 这样一个业务逻辑呢 它应该保证全部都成功 或者呢,全部都失败 不允许部分成功 那么这种场景呢 有一个专业的说法叫事物 那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场景 它怎么能够出现 我们呢,再回到商品添加 按照我们之前的测试呢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现在呢,我来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假如说我的数据库里边呢 这个表 它的列呢 有改动 比如说 叫goes number 1 那很显然之前我写的代码呢 肯定会在增加类别的时候出错 同时呢,在更新 这个goes number的时候呢 也会出错 因为列名呢 跟代码里边指定的列名呢 不一致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 如果现在我还是以刚才的代码呢 来做测试 那当我增加商品的时候呢 商品应该是能够增加进去 但是呢 当我来更新 类别的商品数量的时候呢 应该会出问题 那我们看会不会有这个效果 这些数据呢 我填好之后 我点击发布商品 这个错呢 是我们意料之中的错 标识幅无效 因为我的表呢 将这个列改掉了 那么按照这一个出错情况呢 我们知道 这一次增加商品应该是失败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表里边 这个数据到底加没加进去 这个数据呢 已经加到了商品表里边 那同样的 这个 类别表里边呢 肯定是没有更新数据 原来是1 现在呢 还是1 那如果我们从后台来看的话呢 我们也能看到相关的色号语句 我们之前加上logo4j呢 就是为了能够看到后台的一些详细的信息 这边有一些inset语句 这里冰心的数量是1 但是后边呢 这里会出错 而且呢 下边应该还有一些 错误代码 那么对于这种场景呢 我们认为事物是没有控制好的 在本次库里边呢 我们也不会对事物做比较详尽的介绍 这是属于数据库的一块内容 大家呢 只要知道 如果我的一个超知属于一个事物里边的 那么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要么同时成功 要么同时失败 那么刚才我这一次的 添加商品这个逻辑呢 只有一部分成功 还有一部分的是失败的 这在企业机开发里边是绝对不能出现的 好 那么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去做这个事情 怎么样保证我的事物呢 是成功的控制了 对于三层结构里边来说呢 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一个要点呢 就是事物它一定是控制在业务逻辑上的方法 我们知道DL里边的方法呢 就是封住了一条 操作数据库的语句 那如果一个比较复材的业务逻辑呢 可能会调用多个DL方法 那么肯定事物呢 不能加在DL的方法上面 我们得加在Surface 那么Surface层上面 这里每一个方法呢 都应该是一个 斗力的事物 包括我们之前 增加地址的时候 这一段多个DL的调用 我们之前呢 并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但是呢 我们现在就知道 这里肯定是存在一些隐患的 因为它并不在一个事物里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呢 借助于Spring的生命式事物 我们来看 我们并不需要加任何的额外加瓦代码 我们只需要进行配置就可以了 好 那么既然讲到了 跟数据库相关的事物呢 我们这边呢 也要对这个数据库的提供方式呢 进行一个优化 之前我们使用的是 Spring提供的 Driver Managed Data Source 它是呢 获取单个的连接 来进行数据库的处理 那么本次科呢 我们想对它进行一个改进 我们想把这个数据源呢 改成连接词 连接词的方式呢 对于企业机开发来说 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可以极大的提升 数据库的性能 我们使用的连接词呢 是C3P0 我们来看 这个改呢 也不是很复杂 那首先呢 我们需要将 几个包呢 引进来 这三个 其中一个是C3P0 这个呢 是作为数据库连接词呢 需要使用的一个加文件 另外两个呢 是做事物控制呢 需要使用的 我们呢 先考过来 好 我们呢 来看 这一段 注释了 我们重新来写一个 DataSource class等于 这边呢 我们就使用C3P0 提供的 一个类 com.mchange.v2.c3P0 点 我们使用呢 这一个 数据员 这个数据员呢 是一个支持 连接词的数据员 那我们呢 先采用默认的 一些配置 但是呢 我们还是需要 指定一下呢 数据库连接的信息 这个属性名呢 跟之前的 DriverManageDataSource的 属性名呢 稍微有点差别 之前呢 比如说叫 DriverClassName 底下呢 它就叫DriverClass 值呢 是一样的 这是Arc的驱动 第二个属性呢 叫JDBCURL 第三个属性呢 叫User 第四个属性 ParseWord 好 通过这一段的配置呢 实际上 仅仅是改了一个 数据库的 数据员 但它支持呢 数据库连接时的一些属性 比如说 在这个里边 包括有这种 Mark's的 ConnectionAge 还有呢 MinProSide 那现在呢 我都采用默认的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改进 对于连接词的使用 它会提升我们的性能 接下来呢 我们就需要通过 Servant的配置 来对事物的进行控制 首先呢 我们需要引入两个命名空间 我们首先使用一个 AOP 这段 买过来改一改就可以了 第二个呢 就是TX AOP呢 是面向方面编程 TX呢 是Transaction 事物 那么对于Servant的事物的声明呢 它是借助于AOP来实现的 所以这两个命名空间呢 我们需要引入 接着呢 下边我们引入呢 是Gamalo 开启 AOP 这边是TX 像这种配置文件呢 实际上你写好之后呢 后边可以备份一个 以后要用呢 直接考过来就可以了 好 有了这两个写法呢 我们来开始配置 事物管理器 Transaction Manager Class等于 我们使用Servant提供的 DataSource TransactionManager 它有一个属性呢 就是DataSource 好 这个事物管理器呢 就跟我们 刚才说明DataSource呢 关联下了 这是第一件事情 这个Advice呢 我们可以这么来写 TX 跟事物相关的 它的TransactionManager呢 就指定 刚才我们使用的 TransactionManager 这个里边呢 有属性 需要我们来配置 这个属性呢 主要是那种方法名 比如说 我现在呢 想以Get开启的方法呢 它的事物的传播 方式呢 是这样的 Sport 如果说有事物的话呢 我们在事物里面运行 如果没有事物的话呢 就以非事物的方式呢 运行 这边Sport 这边Sport 我们还可以为了提升性能呢 使用一个 Red Only 那么其他所有的方法呢 它的传播纪力 都是Requad 必须在事物下边运行 如果没有事物呢 就创建一个新的事物 好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Advice呢 我们再下一步 就是通过AOP Config 来配置一个切入点 Point Cut 那么表达式呢 它是这么一个语法 Execution 信号 表示呢 任意的反复的类型都可以 接着呢 把它应用到 我们 这个包上边 这个包里边 所有的类 所有的方法 参数呢 任意 好 通过这样一个表达式的语法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切入点是怎样的 这个ID呢 我们随便取一个 接着呢 我们就来使用一个 Advisor 那么这个地方的Advice引用呢 当然就是我们 刚刚配置的Advice 切入点的引用呢 PC 也就是我们这指定的ID 那么通过这三个配置呢 我们就能够将事物呢 加在这一个 Service层的任意的方法上面 并且呢 以GateHead的方法呢 它是Support 它呢是一个只读的 如果有事物呢 就在事物里面运行 没有事物呢 就以非事物方式运行 其他的方法呢 都是需要有一个事物 才能运行 如果没有事物 它会创建一个新的事物 好 这一段呢 是属于Support的一些配置 大概如果有点看不懂的话呢 需要好好地复习一下 Support的AOP 那现在呢 发布商品呢 那么这个商品呢 它并不会加到商品标里的 因为我的后一步操作呢 修改类别的商品数 是出问题的 那么这样的相当于是有一个回滚 好 我们呢 点击一下 这个错误呢 仍然是标识复无效 这边呢 很明显 应该不会有数据的改变 那么回到呢 商品表 我们可以看到 商品呢 也没有增加进去 那如果我们再看得细一点呢 回到后台 这里呢 可以看到 来自于数据源 这是我们配置的没有问题 这后边呢 还有一些相关的默认配置 接着来看一下 这里如果出了错呢 这里有个Rolling Back GDPC Transaction 也就是会有一个 跟回滚相关的提示 好 那么这是我们本资格呢 给大家介绍了一个 很关键的概念 但是呢 设计到的知识点呢 大家需要去搞懂 比如说包括数据库里边的事物 它的特点 同时呢 在使用史不认 进行声明式事物的时候呢 你还要理解呢 AOP 它的概念 以及如何使用AOP 来进行配置 只有把这些前提的知识点搞懂 我们再来看这些代码呢 就比较简单了 好 本次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